嗨 大家好 所以剛剛聽完就是教父 其實主要是教父二部曲的 第二集的曲子 那他其實是一部真的很好看的電影 我想推薦大家可以有空的時間 可以看教父第一集跟第二集 因為第三集沒有很好看 所以可以看第二集就好了 第一集主要是在講就是 就是黑頭黨的老大的故事 他快要死掉了 所以他把他的位子 傳給他底下的兒子 然後其中的故事 那第二集就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兒子就是最後繼承了 就是黑手黨的位子 然後如果說經營他新的黑手黨的故事 然後同時會穿插 就是他過去 就是他爸爸年輕時候的 就是回憶 然後那個年輕的黑手黨老大 就是勞伯迪你跟我演的 非常的帥氣 好那接下來下一首曲子呢 就要先介紹一個人物 那介紹那個人物呢 就是他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演員 然後大家應該都認識就是 李奧娜多·迪卡皮歐 然後其實這部電影跟他無關 只是我想特別提一下他 就是李奧娜多·迪卡皮歐 在最近他終於拿下就是奧斯卡 最佳男主角 我為他開心 因為他已經入圍了四次 但是都沒有拿到 所以他一直在 美國的Reddit上面一直會被調侃 就是說拜託給他一個獎 就是拜託給他一個獎 那大家知道他終於拿了獎之後 下一個被調侃的人是誰嗎 大家可以講 對我聽到聲音了 就是強尼大夫 強尼大夫他也演過非常多知名的電影 但是他一作奧斯卡獎都沒有拿過 所以他就是網路論壇下一個 就是大家在調侃的對象 那我們接下來這部電影呢 就是《神鬼奇航》 那《神鬼奇航》 從以前到現在一共已經拍了五部作品 最後《死無對證》 是最近剛剛上映不久 沒有上映不久 去年的電影 然後非常的不錯 然後所以他一整部 總共五 很長的電影有五部曲 那我們今天要為他演之後 是他在第三集 就是世界的盡頭 的就是主題曲 那我們在裡面可以聽到很多 就是海盜的元素 無論是等一下的唱歌 然後或是鐵鏈 都是模擬就是你在海盜船上 會有的水手 或是呼喊的聲音 或是在 就是在 下船錨的時候 一些鐵鏈的聲音 那這部電影應該我不用多說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暢銷的電影 那特別提一下他的就是 作曲家Hands Limmer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作曲家 就是一個好的電影 需要有好的配樂 跟好的演員 那好的電影配樂就是 當他想起來的時候 電影的畫面就會自然在你眼前出現 像就是《星際大戰》啊 《諸惡紀公園》 這些曲子就是 音樂一響起 腦袋中就會有那些 就是那些畫面 之後曲子也是一樣 當他的主題出現 那個很明確的三連音的節奏出現 就可以感覺就是 Captain Jack Sparrow 就在你的眼前 活生的出現一樣 所以接下來 用你們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中紀大學廣言社 以及文貴老師 帶來的 聲歸其昂世界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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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歸其昂世界 聲歸其昂世界 歌曲的宮廣言 歌曲的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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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